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笨笨九九说的频道 我是Benjamin 我们今天又来给大家推荐酒了 今天推荐什么呢 主要这个酒是一个混酿品种 虽然说是混酿 可能大部分人都认为它不是混酿 它叫Ciraz Vionnet Ciraz是一种酒 希拉是一种葡萄 然后Vionnet也是一种葡萄 但是Ciraz是红葡萄 Vionnet是白葡萄 这个酒款 这个酒的混酿 我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 是因为有太多太多人问 我摆在我旁边的第一款酒 就是来自巴罗沙产区的Tobrick 这个品牌的Renrick 因为它也在蓝顿排行榜的 至尊级别里面 22款酒其中一款 很多人都知道它 很多尤其是在我们 住在澳洲的华人圈里 非常火 非常知名度很高 然后很多人也来问我 这个酒怎么样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 Ciraz Vionnet这种混酿的一个 我自己的看法吧 如果大家对蓝顿分级比较熟悉的话 其实在整个蓝顿至尊级的22款酒里面 有两款Ciraz Vionnet的酒 第一款呢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Tobrick的Renrick这款酒 第二款酒呢 是来自于Campilla 澳大利亚首都Campilla旁边的一个产区 这个产区就叫Campilla Campilla产区的Colonna Killa 就是中间有个像大红球一样的这个酒 叫Colonna Killa的Ciraz Vionnet 这两款酒都在蓝顿至尊分级里面 Renrick呢 是因为我讲说实话 它的名气大是因为属于商业炒作模式出来的 因为花了很多钱 包括背后的美国老板都很有钱 所以说在华人圈 以及我们做很多出口到中国 所以导致它名气很高 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它的风格的 只是呢 有一点点小小问题 就是它的价格太贵了 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贵了 在我看来实在是不太值这个价格 风格喜欢 但是价格上有点有点伤肾 所以说我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去买这款酒 因为它大概在澳洲的行情价 已经卖到300多澳币 在我看来呢 这个价格可以选择的范围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好 我们今天就讲一讲 我会推荐给大家什么酒款 Ciraz Vionnet呢 这个酿造的方式呢 其实是原产于法国罗纳河谷的罗地球 Cultural tea 这个产区呢 是法定的可以使用最高20%的Vionnet 就是维尤尼这个白葡萄和希腊混在一起进行混酿的 但正常来说呢 没有人会用到如此高的比例 正常来说应该是5%左右的一个维尤尼的比例 加95%左右的希腊进行混酿的 大家喝的时候呢 有没有留意过 其实你在喝这种类型的葡萄酒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这个希腊喝起来跟单一的希腊是不太一样的 有一种像我经常用这种方式给大家形容 就是好像有一个你的希腊像倒在一个小锅里面 维尤尼就像下面的小火苗一直在烤着它 烤得它呢比较有炙热的感觉 比较圆润 像吃那种油油的肉肉的感觉的一样的味道 所以呢 维尤尼和希腊混在一起呢 你就像有一种变魔术的感觉 让希腊呢 变得更加的圆润了 更加的美丽了 所以喝起来呢 会有别样的风格 所以他们就把这种混酿的方式呢 就流传了至今 但是在澳洲呢 大家也用这种方式酿了很多出名的酒 所以这种方式呢 就变得越来越火了 这种酒的酒款 有什么会推荐给大家呢 Run Rig是推荐 给大家的 只是它的价格 我会认为实在是 想可以选到的酒实在太多了 所以有的时候不想让大家花这么多钱 去买一个这个酒款 因为这个价格在法国 罗纳河谷 罗地丘这边 有太多太多好的选择了 我们先说澳洲这边 Colona Killer 是我特别重点想推荐给大家的 因为Colona Killer这款酒呢 我每次喝的时候 大家需要一点点耐心给它醒一醒酒 你会发现它不像Run Rig一上来就这么的取悦你 你把它倒到醒酒器里面 等上它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你就会发现哇 这个酒的那种 给你那种结构和层次感是远远超过这种来自于热产区的Top Break能给你那种感觉的 它的酸度会高一点点 它的整体的层次感特别好 所以我真的因为这边的温度比较低嘛 我每次喝它的时候就感觉 这个酒无论你是买来喝新的年份还是将来有一天你把它放到你自己的酒窖里面 放十年以上 我都认为它是一个特别特别好推荐的酒款 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不贵啊 它只有一百多澳币完全对得起这个价格 既然我们说了这么多的法国北罗纳河谷的产区叫罗地丘 Colt Roti 我们呢就不得不推荐几款酒给大家 我们一旦说到了北罗纳河谷和Colt Roti 罗地丘 我们一定跑不开一个酒庄 就叫Gigel 吉加勒世家 在中文的翻译国内的翻译叫吉加勒世家 Gigel这个品牌呢 是罗地丘产区的前二的酒庄 可能另外一个比较规模大的就是Colt Roti 我们将来会讲到他 Gigel在北罗纳河谷的地位 你可以理解为是相当于奔赴在澳大利亚整个酿酒界的水平吧 以及规模产量都差不多是这么水平 而且它的产品线的丰富程度也跟奔赴相似 从非常入门上到非常顶级 它几乎都含过含阔在里面 北罗纳河谷呢 当然他们家的酒呢 最有名的也是来自于Colt Roti的三个酒 就是大家会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叫拉拉拉 它有三个酒 酒呢就叫来自三个不同的葡萄园 葡萄园的名字前面都以LA拉开头 所以有三个不同的拉拉拉 所以就是大家对他们三个代表酒款的统称 这三个拉代表了什么呢 是La Molin La Landon和La Toc 这三个园子呢 都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三个名字 我今天呢 我做视频呢 一般都想给大家拿一些实际我手里有的酒 来给大家拍摄 但是呢 我今天呢 只手里只有这一瓶拉懒洞在手里 所以没有凑齐拉拉拉 在头段时间我还是有三瓶的 但是因为卖掉的原因 只剩下一瓶了 给大家来讲一下 这三个产区 这三个园子里面呢 只有一款酒 是不是 是Raz Villonay这个混酿的 剩下两个全部都是 唯一一个不是呢 就是它的La Landon La Landon是纯希拉的酿造手法 La Toc和La Molin 都是Ciraz Villonay 所以如果 我经常跟大家讲的是 如果你有喜欢喝Grange 这种价位的酒的话 这个酒真的值得推荐来喝一下 因为它的味道 酿造水平 以及历史地位 在国际的知名度 都是超过Grange 非常推荐来代替Grange 给大家推荐的另外一个来自Gigal的酒款 就是这一个上面写着Coral Tea的他们家的酒款 它就写了很简单的Coral Tea 罗地丘是法国北罗纳河谷的法定产区 这款酒也是混进了一定量的Vio内的 它的酒款 我每次喝它的感觉就是 它是介于Run Rig和Colona Killer中间的一种感觉 就是它需要醒酒的时间 但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醒酒时间 比起Colona Killer的那种感觉 是它一定产在了一个相对温度高一点点的地方 喝起来一定比Barosa要温度低 因为Barosa的温度实在太高了 然后没有那么强烈的炙烤的味道 我真心的感觉 它100多澳币的价格 可以很容易取代Run Rig的水平的 为什么大家 我其实今天有一点在吐槽Top Break的感觉 其实我真的感觉Top Break是个值得对被尊敬的酒庄 但是它的价格在我看来 还是属于那种新世界很多酒庄跑不过 逃不过的一个营销策略 就是商业炒作 因为很多商业炒作才能 故事背景 才能跟那些旧世界的大牛酒庄去抗衡 要不然在国际上的话 你很难去跟那些传统的 以及本来就做相同的酒 很出众的产区的酒庄去抗衡 所以说如果大家喜欢希拉和维尤尼 这种混酿的风格的酒 可以买一些我推荐的这几款酒 有不同价位的酒来试一下 因为这里面很多人都说喜欢Top Break 但是我没喝过很多 还有什么别的酒庄可以推荐的 今天推荐这几款 是和Top Break的酒庄 酿造的技术是相同的 但是风格不太一样的 但是价位上会更亲民一些的各个酒款 大家都可以买来试一下 在这段视频的最后我想给大家单独说一下Gigel 我在刚刚开始接触法国酒的时候 我就喝到Gigel这个酒庄的产品 想跟大家说一下什么 我知道在澳洲住的各位都很喜欢奔赴这个牌子 如果大家想喝了很多全系列的奔赴以后 都想拿一些新的产品来替代的话 Gigel的产品非常值得大家来推荐 推荐大家去做一下奔赴以外的对比产品的酒庄产品 他们家从20多澳币上到800多澳币 几乎都涵盖了每一个价格区间 包括我经常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他们家的最入门产品 叫Code Drone 就是说罗纳河谷的大产区级别的酒 只卖28块钱澳币左右 然后也是非常非常好喝的 所以说这个牌子是我 无论从它的上到下入门 都是我推荐给大家来尝试一下的 作为一个奔赴的对比酒庄 好了今天推荐酒的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分享给大家的内容 请一定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以后继续做更多分享更多好的内容 以及好的葡萄酒给大家